粉丝夜精灵提问 我是患了新工作压力太大 容易导致紧张睡不着神经痛 本来就有在吃优乐丁的习惯 后来吃了也睡不着 所以去看了医生 医生说是压力的问题 开了药给我吃 上个月底把工作辞了 照理说应该可以好好睡觉 不过一样不吃药睡不着 所以也想请教 有没有不吃药可以改善 睡不着和神经痛的方法 谢谢 这个我可以感受到 这个读者的焦虑 紧张跟不安 为什么 他认为以前他睡不着觉 就是因为工作引起压力引起的 然后他那时候有在服用一些安眠药 但是过一段时间 安眠药就没有效果了 但是他现在就是把工作辞了 理论上如果是压力引起的工作辞掉了 应该他就可以没有压力 应该就会好啦 但是他现在发现 他即使不吃安眠药 他还是睡不着觉 那问我说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不要靠药物让他睡得着 我想这个问题分为几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如果我想先跟大家有一个观念 就是如果你每天做的事情都跟昨天一样 你会不会期待今天会有什么改变 每天做同样的事情 期待有不同的结果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你每天走同样的路 期待到他不同的地方 我想这一概是大家好好想想 有时候我们都会习惯 我习惯就是这样啊 我以前都是这样啊 但是大家想想看以前都是这样 所以你有现在目前这样的问题 这样的不舒服 这样的困扰 所以一定要改变一下 什么意思呢 我想第一个问题 我把这个问题分为几个部分 因为我相信这个很多人都问我类似这样的问题 我想这很重要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不舒服压力 我工作的压力 我生活的压力 我人际关系的压力 我婆媳的压力 我跟先生的压力 我跟小朋友的压力 到底会不会引起我们这些失眠 在我临床上看到80% 事实上正常的人 的确每一天都会有各样的压力 但是正常的自律神经 可以在几天甚至一个礼拜以内 就把它恢复 大家想想看 小的时候 难道大家没有考试的压力吗 难道大家小的时候 不需要学走路 学讲话 不用上学 这些都没有压力吗 事实上这些压力 我们都可以这样 很轻易透过睡眠 休闲活动 跟其他人分享一下 就自己解决了 但是有一个情况 自律神经失调的时候 我们自己修复自己 让自己回复原来状况的能力 就变差了 所以 刚才这个读者 他认为他是工作压力太大 才睡不着的 我想第一个 如果他刚开始做这个工作 这个工作压力非常大 明天就要交出多少的成果 他的客户跟他提出多大的抱怨 他可以失眠两天三天 甚至一个礼拜 但是正常的身体 会因为这样子 而让他再来这样 好好的休息 好好的睡觉 好好的酒 没办法再继续撑下去了 所以我想 刚开始他的失眠 一定不是单纯只是失眠 不是只是单纯工作压力大 因为单是这样 他没有办法 持续这么久 而且都睡不着 第二个问题就是 他开始吃优乐廳 优乐廳我们知道 是一个很常见的阿弥药 实际上我对阿弥药 没有什么 阿弥药本身就是一个工具 一个让人睡觉的工具 很多人需要他 因为有些人轮班 有些人有时差 有些人短期的压力 这是一个相当安全 只要在医生的指导下 短期的服用非常安全 没有什么好怕 但是怕的就是说 他的问题 没有去根本解决 比如说他的压力 他自己感觉的压力问题 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他每一天都需要靠 这个阿弥药 而且我听到的是 即使他吃了阿弥药 但是效果会越来越差 这就是我们在医学上 常常看到的 什么叫做成疑 成疑就是同样的药量 对你的效果越来越差 为什么呢 举个例子 我注牙了 我只吃止痛药 但是我牙齿越注越厉害 大家想想看 我的止痛药是越吃越多 还是越吃越少 同样的 吃眠的问题 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他只会越来越失眠 那时候很多人就怪罪 都是我吃阿弥药引起的 越吃越重 就好像如果我牙痛 不治疗 我都怪 都是止痛药引起我牙 越来越痛 但是这就是 因果 没有分清楚 这应该是说 我们如果知道 为什么睡不着 我们针对睡不着 来处理的时候 睡眠要安眠又才不会越吃越重 第二个 第三个 应该第三个 第三个他提到了 他现在辞掉的工作 看能不能睡着 我想这就是我 身为一个治愈神经失调医生 最让我心碎 最让我难过的一件事情 一个人可以为了他的身体 而把他的工作辞掉 把他本来可以做一百分的事 只做六十分 为了身体 他四处去就医 四处担心 现在想想看 他把工作辞掉了 他的期待就是 他没有压力 他可以睡着 但是显然 治愈神经失调症的人 没有经过 把治愈神经调整好 就算没有这个压力的话 怎么样 他还是睡不着 而且重点是 他现在突然又想 把药物减少 突然又想 这样子可以睡得着 我想想看 本来吃药 越吃越多 都不一定睡得着 现在突然间把药物停掉 他如果能睡着 那他的确是很神奇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不是说他三秒多严重 不是说他生活多可怜 不是说他现在遭受到多大的危机 而是如果想想看 如果他把治愈神经 如果这位毒者 把他治愈神经调整好 让他抗压力能力能够增加 让他睡眠的品质 可以发自内心 不用吃药 可以睡得好 这将是一个多大的好处 所以第三点就是 为什么现在不能提药 为什么现在还需要吃药 因为大家想想看 你的治愈神经根本还没有修好啊 还没有处理你的治愈神经问题啊 所以你当然还是觉得压力很大 即使你没有工作 你还是不能好好睡 所以现在吃药面药 老实讲 如果以我的经验来讲 现在吃跟不吃 现在吃了 事实上他至少还可以 有睡觉的可能性 那他怎样 还能日子持续过下去 而不是完全躺着睡 躺在床上 完全没有办法睡觉的难过啊 那治愈神经另外一个 让我觉得很心碎的事情就是 他其实去找了医生 医生只是跟他讲 你压力太大 你放开一点 你放轻松 所以这位读者把工作辞掉了 在家里 尽可能我相信他 尽可能的放轻松 尽可能的饮食正常 尽可能的生活正常 尽可能的不要有任何一切压力 但是治愈神经失调 没有把它处理好 失谈的神经 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好起来 所以我会鼓励这位读者 要赶快把治愈神经失调 把它确定哪边失调 让他能够恢复正常的日子 那治愈吃药的话 说现在治愈神经 没有好的状况之下 是不是可以不要吃药 我想这答案很清楚 我们一定要 不管怎么样 我们人就是要生活得很轻松 生活得很自在 我们身体才有好的可能性 每一个人都有身体自己修复自己的能力 只是这个状况之下 你要有好的睡眠 你要有好的情绪 你让身体得到充分休息 身体自然会有自我复原的能力 修复的能力 所以我请这个读者千万不要 太过灰心 或者觉得自己糟糕了 而是药物病不可怕 怕的是没有针对治疗 没有针对症状而治疗 没有找出根本的原因 只是一再用自己的想法 我想我现在没有压力了 我想应该不用吃药了 我想找各式各样的方法 能不要靠药物睡得着 但是大家忽悦一点 治愈神经失调 我相信对他来讲 已经是一个 让他生活不舒服 一个很久的一个过程 要短期内 马上不要吃药 恢复到好 我相信这的确需要一点时间 需要一点耐心 但是 我可以跟大家报报 就是治愈神经失调 是一个生命的疾病 就像我们高血压糖尿病 是可以透过治疗 让它恢复正常 对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